好像我们自己感觉的染污很严重 没错 是很严重 为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你有感觉 你有没有感觉 你就清醒了 感觉是什么呢 华元间是释迦牟尼佛 明心见心的时候 说出他的境界 所以释迦牟尼佛是细说 惠能大师是六数 内容完全相同 没有念阳 大方广佛华元经归拿起来 就是能大师讲的五句话 能大师五句话展开来 就是大方广华元经 不真不解纳 那能大师这五句话 我们好记得要记住 第一个 自信本来是清净的 我们今天在座的同学 我们的自信是不是清净 是的 跟佛没有两样 那好像我们自己感觉的染污很严重 没错 是很严重 为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你有感觉 你有没有感觉 你就清醒了 那感觉是什么呢 忘念嘛 那佛说得很清楚嘛 妄想分别执着 而不能真的嘛 你能把妄想分别执着 放下了 你就成就了 你跟社家 跟惠能大师 就完全相同了 那平起平坐了 入一个境界了 那第二句话 自信不生不灭 这句话重要啊 我们现在贪生怕死 那我这个观念全错了 为什么呢 没有生死 生死是什么 是身体 身体有生命 原居原散 自信没有生命 真正明白这个道理 你不就得永生了吗 你本来是永生嘛 而是你迷而不拘 所以贪生怕死 如果真正觉悟了 本来是永生 人人都是永生 法法都是永生 这个忘念就可以放下了 那第三句说得好啊 自信本自去做 真正明白这个道理 你就真正做到了 愈人无增 愈事无求 为什么 你样样都圆满 样样都居足 自信 自信里头本来就足 对吗 你还求他干什么呢 求就错了 不求就对了 现在这个世间众生 迷在财富里头 不知道财富 自己本自去做 取之不尽 用之不借 这都是事实啊 释迦牟尼弗 当年才是 所实现的苦行生 跟大众一样 三一一波 日中一时 属下一宿 这经典上有一段 这个故事 曾经有人向释迦牟尼弗 清教 那是对佛法 有一定深度的人 知道 佛常住的是暴徒 石暴 装严徒 在我们人间是实现 火光同尘 那么世尊 你能不能把你的实暴徒 让我们也能看一看 佛就同意了 佛坐在一个草座上面 把腿子放下来 一直就按到这个大地 叫他看 他一看的时候就极乐世界 佛 佛 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佛的身相变得 身有无量相 相有无量好 做的不是草座 金刚宝座 看到的树木花草 大地 流利世界 那不是佛变现出来给他看 那是本 石暴徒就是那样子的 他看到之后 佛把脚收起来 又叛腿 没有了 看到佛还坐在草扑的座位上 真看到了 重宝庄严 它不是不止切宝 无量无数的真宝庄严 自信本自居足 居足无量智慧 无量的能 无量财义 无量的福报 哪要求呢 你怎么能求得到呢 最难 VER 第四句 谷最重要 这这能能大使 这个句 这是华严经的精髓 自信本无中央 这是什么 大臣教理常讲自信本定 没有念头 从来就没有起心动念过 起心动念上前没有 拉来的分别之处 自信本定 幕后一句 那是其作用 能生万法 是法界一真壮业 全是自信变的 心外无法 法外无心 变法界虚空界 万事万无跟自己是一体 无量无边诸佛如来 从哪里来的 自信变现的 无量无边的一真壮严 从哪来的 还是自信变现的 自信一个 没有两个 所以说万法归 一是自信 一切是读 读解是义 也读博尔 修佛的人 能够对这一桩事情 认知 你真认识了 你真明白了 这次大臣叫 解悟 信解行政 解上有物 你怎么能去如呢 那你就得真干 真干叫修心 修什么心 把从前所有错误的 认知 改过来啊 所有一切错误 就是烦恼 就是习气 习气难改 先从事上 把烦恼改过来 见识烦恼 见就是我们看错了 思是我们想错了 啊 贪嗔痴慢意 想错了 身见边见 见取戒取邪见 是我们看错了 这个东西都修正过来的 这叫修心 啊 歧入境界 无论我们在什么境界当中 环境当中 啊 圣经逆经啊 你都得大自在啊 你不受外面环境干扰啊 啊 这是佛法真实的受用 啊 我早年出学的时候 房东华先生能告诉我 说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啊 不受环境的影响 这才是最高的享受啊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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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